請問你我有傳圖片 那個牛番茄嘛 我就是用 S3號水肥 下去煙的 他在來就是 在來就用全毛病 細菌性 然後乙病一大堆 現在他 他脹身起來 他整個都倒了 就是軟軟的 我是想 加那個海藻菌 現在就是深藻樹跟海藻菌 它是一樣嗎 效果是一樣的嗎 好 我想請問這個 還有就是如果 我是蓋雨草洗嘛 就是我在灌桃的時候 因為樹蕾 還是深藻樹得好 如果我想再加肥料的話 可以下去一起灌這樣 對就是我那些發酵菌 要一起下去這樣 麻煩老師一下 謝謝 好 好 這個議草是 看起來 這是有留的 比較 我看起來倒還好 就是說 不知道是因為 角度的解析關係 我感覺這個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如果說 已經確定這個疫病 什麼這個問題比較大 可能你在這個 在營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然後就是說 如果是疫病 疫病比較嚴重 你在喝水的時候 你在喝水的時候 不要喝太多 就是說你喝在膠底 因為你有法度這樣做 要喝在膠底 要讓它涼去涼就好 涼不夠涼 因為其實 番茄還蠻耐汗的 就是說 在現在這個時候耐汗 你如果熱就不耐汗 一個作物 有耐克風 沒有耐克風 有時候是和運動 有很多的管理 在溫度管的時候 這甘蠻病本來就比較適合冷涼 你如果溫度管的時候 他就動不掉了 他可能這個甘蠻病 就會很容易 要很多水分 所以現在比較涼 現在有比較涼 所以你可能就可以 稍微淺菜 水分就不用 讓你這個充足 讓他速度有夠膽 這應該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這樣 就是說 這個問題你在管管 這個其實我們在用的 這種深海綠藻 你說它是海草精也是 但是 他最大的好處就是說 因為這個東西是 經過在這個低溫 低溫去處理 所以保留到大部分的 一個這個細胞 天然細胞分類 數的一個性分在這裏 這最主要的這個 這個藥點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在這裡必須要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來解釋 了解到 這個大概是我們的經驗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一般 就是說 在這種 在管理的時 我們在管理的時 我們在市民上有很多 這種海草精 我們也有說過 其實 海草精大概就是 第一 它的這個 種類的來源 然後 它是什麼樣的 這個綠藻 它是對一種的這個綠藻 還是蚊藻 還是這個什麼樣 大概有三個大類 這三大陸的這個海藻 這個 天然細胞素的量 其實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所以 還有第二的就是它的製定 就是說它是用 去把它放乾的 高溫 還是說 用這個 強酸鹼去把它萃取 還是低溫能萃 各種的這個方釋 它所做出來 這個細胞分類素的含量 就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 我們拿來做開金 做其他的應用的時候 有時候 這個效果有一點點 這個沒有三天 所以這個 在這裡必須要有好朋友 少了解到 就是說 很多這種 很多人在營 其實外面也很多 海草精 所以你如果是說 這麼細胞 你要灌頭 我是建議說 你這個沈海綠藻來灌 應該就沒有很大的這個問題 大概如果是說 你覺得它的金融比較壞 你可能可以偏向用這個沈海綠藻 不然你就用 很多好朋友說 哎呀那也不用 我覺得玉米素灌灌的就很好用 因為你沒有營到水 其實玉米素對這個 根系的生長的幫助也很大 那如果說有營到水 要刺激它重新再長新根 這樣可能是這個 天然細胞分類素的 這個沈海綠藻 這個東西的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差別可能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在操作的時候 你可以搭配來營 另外一個就是說 大家是不是要灌肥 要灌肥的時候 番茄蒸下去 14天到21天 14天以後 你比較去科路就要用肥 不用用肥 在21天甚至呢 到28天都沒有用肥 都沒有要緊 你一定要看 它的心背已經有墊起來 心背都沒有在走 所以我肥要把它沖下去 要讓它走起來 不一定 有時候剛好他心背要走 剛好你運氣好 心背剛好要走 所以你肥下去 用起來你會覺得 這效果真好 這隨著心背就電出來 這其實不是 是他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可能是沒有那麼神奇 都會知道說他當時要電起來 去用肥 那個時間當然是最好 所以我們通常會慢他一點點 就是說你給他 把疫病 把疫病顧好 所以像現在日本 日本這個 最近我們一直跟他們有聯絡 就是說希望 我們可以有一個合作 因為在台灣大概還有一些 還沒有解決的問題 不過呢 這個公司對我們最多有信心 全世界亞磷酸青陽化 做得最好的一個公司 日本大種製藥的這個農業科技公司 他們是大種製藥的一個子公司 不過也是東京的一個中市公司 在東京中市的一間 日本的這個上市公司 他們最近一些這些研究 不然去他們的研究所去參觀的時候 發言他們在這個初期 他們就讓他們利用亞磷酸青陽化 其實你也可以這樣試看 就是說你不要用其他的肥料 那你就只給他亞磷酸青陽化 其實這種方法在台灣不適合 因為我們有打肥料 所以那天他們在討論的時候 你就說哎呀 這21天甚至28天 如果真的生長好 14天到21天再考慮 14天以內你都不要考慮 給他任何一點點的化學肥料 根本不需要 這是一個這個觀念 當然在台灣可能 我們的運動比較高 14天應該他就有電腦 所以在判斷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生物的電腦 如果你看到他肥料有透水 那葉子呢 尤其他的葉子有透水的時候 早上日頭沒出來的時候 那有的說那個漏水 漏水條呢 他是條在肥料民館上 在那個葉原呢 這個肥料的這個地方 這種呢 哪有透水呢 這通常就是標示說 他的肥料已經通了 再來就在要開 在要電腦 所以那時候 你就可以準備來用這個肥 你要用 用四十三個水肥 你要用這個十二盒水肥 你要用這個 一盒五盒水肥 都不要緊 那時候呢 就給他一點點低劑量的 這個化學肥料 你來給他生長 這樣可能是比較適當 所以我是比較不建議說 你很早就給他 所以有時候 這個差別量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給你稍微做一下 這個了解 我個人的這個看法是這樣的 所以不要緊 就是說 一開始的時候 不能給他太高的這個 化學肥料 這個重要這個地方 尤其你如果是在這個 藏頂 譬如說你種的時候 有去給他這個 柯尼頂這種粒子 他筋的電會比較慢 會有影響的 你如果沒有影響 如果從現在這種天 多多少少會有一點點影響 他筋的比較不會電 所以你可以用一點這個 看是玉米塑 還是芹海綠藻 這種東西你來用 這應該都可以去使用 然後當然 他正常的這個藏機 其他的這個海藏精在用 也會有一定的效果 所以這也沒有反對 你去用這些東西 這也有當時 一邊工 我們是不是可以 稍微用好一點點 這有當時 請請跟好朋友說的 最主要是這樣 就是說 盡量 我們要用得比較好 就是 如果是比較費工的這種情形 我們盡量就用得比較好 不然就隨便一點 有當時比較大張 如果說材料 我們就比較認真 那時候可能我們在用的 有一些東西 我們稍微要再仔細一點點 對吧 如果說已經很大張 怎麼很帥 說得比較難聽 去菜 那時候可能就比較沒有講究 在開花 我們就要比較注意一下 在優格 我們就比較注意一下 在做甜 我們就比較講究 要當食 我們這樣說的 就是在材廳裡面 一些關鍵的節點 這種我們可能就要比較注意到 其他倒是 可以說真的 倒是還好 所以有時候我還是覺得 這樣會稍微 稍微看得比較輕鬆一點點 是不是這種的一個情形 在這裡提供給我們聽眾朋友 可以稍微做一個參考 大致上是這樣的情形 讓你稍微了解一下